Hello 大家晚上好 那我就吃完飯了 跟大家預告了很久 要做蝦油 做蝦抽 今天這條片 我一次過做兩件事出來 第一件事就是 跟大家分享怎樣去炸蝦油 第二件事就是 我們要做一個 我們自己的蝦抽 而這個蝦抽其實 在70年代 或者應該這麼說 正確地說是80年代之前 其實都很流行 那時候沒有什麼 蒸魚醬油 也沒有這麼多的調味醬油出來 其實每一家的家廚 或者每一家的餐廳 自己的主廚都會有 自己的醬油的配方 現在我就嘗試 去回復以前的記憶中的味道 我認為蝦抽是非常鮮味的 鮮味過現在所謂的蒸魚醬油 以及海鮮醬油 甜醬油 我首先介紹一下這個材料 大家會看到 這裡 很大的東西 我逐樣的介紹 我做蝦抽的時候 有薑片 我很喜歡 如果是打仗的薑片 我是帶皮的 因為帶皮的力度會比較好些 味道比較出些 接著是紅蔥頭 切片 接著 隨便是蒜頭 切片 接著 不論是蒸魚醬油也好 現在的蒸魚醬油也好 或者是這個 做其他海鮮醬油也好 這個是 玄西莞 連頭 是一個很重要的材料 接著之後 這個蝦頭 我已經存了很久 記著 放得很久 這蝦頭是不能用的 所以如果大家想著儲存 就一撕完之後 第一時間就扔它進去 急凍格 等它急凍 就可以放得久一點 然後儲存了之後 就可以拿出來用 炸之前 要瀝乾水 下面 大家看到白酸酸的是什麼 豬油 我用的豬油 就是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 就是豬網油 是它的腹腔油 也可以叫做內臟油 不是皮下脂肪那塊豬油 這些豬油就會比較香 其實我之前也跟大家說過 這個是 蝦油 其實在日本也頗為出名 有些餐廳 只是賣蝦油炒飯 也非常旺 今天我就嘗試去 跟大家去製作出來 製作完這個蝦油之後 其實它剩下很多材料 有豬油渣 有蝦頭 這些就正正可以順便做蝦抽 除了先流的材料之外 蔥 要幾條 一炸仔 大概這樣 這些蔥如果長的話 就一炸仔 如果短的話 就多一點 OK 這個是煮蝦抽的時候用的 我現在就開始開火 那 我用的豬油膽 我就是用這個 越和的 反正都是 自己做的 那麼 貴一點點不要緊 因為其實越和 它這個 生抽 我現在和大家比較一下 現在我左手邊拿著這個 就是日本的萬字醬油 這個就是本地生產的 越和 越和這個生抽 兩支是一樣價錢的 就是難分叮當 有時候有些店舖會便宜 有些店舖會便宜 有些店舖會便宜 那麼 那麼 那 這一隻 萬字醬油呢 它是偏鹹的 那個味道呢 就沒有那麼濃郁 那麼 那 這隻越和醬油呢 它是偏淡的 但是味道呢 就非常之出 非常之濃郁的 就是你放多了 你都不會覺得鹹 OK 那所以呢 我就 如果是開我自己的蝦抽 因為它偏淡 我就不用 不用怕說它會過鹹 OK 好了 那現在 燒了鑊 接著現在呢 我就開始下油 啊 那 那就下一些新油 那 這裡呢 很少油的 這裡大概都是 都不夠200ml 那 我再開 再拿些油 那 很多 有些觀眾就說 我經常都沒有準備好 喂 家廚是這樣的 啊 啊 我都是順手的 不是說 就是為了要拍片而搞這些東西 我是真的要用的 家人要用的 那 大概啦 加油啦 這個600ml 那 這個油呢 就不夠高溫的 是吧 那 就不夠高溫都可以了 那 那我們呢 就直接啊 將這個 豬油 還有這個 那 我就要乾乾些水 這裡隔了很多水啊 那 等它乾些 然後呢 我們就把這個 豬油 還有這個蝦 蝦頭呢 就全部放下去 好了 那 那現在呢 大家會見到呢 它又開始有少少反應 但是其實不是很高溫的 記住啊 無論是炸豬油也好 炸這個 蝦油也好 一定要用低溫 小火 OK 那我現在呢 就關小點火 好了 那我就不理它了 讓它慢慢炸 蓋上蓋子 不用理它 然後呢 我就先給它炸五分鐘先 低溫 為什麼呢 其實呢 我可以直接炸十分鐘的 應該是十分鐘之後 我再補一補火 就差不多 十幾分鐘就差不多了 但是為什麼 我是要先給五分鐘先呢 因為我留一個空間 給我自己檢查 到底它的效果去到哪裡 OK 行不行 然後呢 然後呢 五分鐘之後呢 再開機 給大家看看效果如何 好了 五分鐘 第一個五分鐘響了 好了 我看看它怎樣 嘩 現在呢 繼續 那 其實這些豬油呢 這些豬油膏呢 其實事先呢 就要處理過的 就是呢 生的時候呢 我們呢 就要是 用這個 什麼啊 用這個 滾水呢 就飛水啊 那麼十五分鐘 那麼 將那些髒東西 就飛走它 那麼順便呢 就加些薑片 加些花椒呢 就幫它 除腥啊 除臭啊 那麼跟著呢 煮熟了之後 再過冷河 然後切一塊塊 那麼就可以炸就可以了 那麼 至於怎樣處理呢 那麼我之前呢 就跟大家呢 就是分享過這個炸豬油啊 那麼那個呢 就是全部有 由那個生的豬 豬油膏呢 就炸到它 變成一個豬油的狀態啊 那麼那裡呢 就有說是怎樣處理的 好了 那現在呢 我再給它五分鐘 攪一攪它之後五分鐘 繼續小火 記住啊 無論是炸豬油還是炸蝦油 我們要用小火 不可以用大火的 大火呢 第一就是快點炸洞 第二呢 就是沒有那麼容易呢 就是沒有那麼好地 讓它迫出它的香味出來的 OK 好了 那麼五分鐘之後 我們再看看結果如何啊 好了 那這樣呢 就 又響鐘了 五分鐘啊 那麼我們看一下 結果如何先 哇 好香啊 這個時候呢 我們先看一下 啊 小心點 它會迫迫迫迫的 那麼這個時候呢 我們檢查一下豬油先 那些豬油膏呢 就是這樣的 那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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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呢 就繼續慢火煮它 那麼我們攪拌 攪拌均勻它先 好香啊 現在又有豬油香味 又有蝦味啊 那麼呢 還不行的 那麼我們再給它多五分鐘 那麼呢 那麼呢 這個五分鐘呢 記住啊 我們蓋墨蓋呢 不要蓋緊啦 留一條邊給它透氣 OK 好 五分鐘之後 我們再看看結果如何啊 好了 那麼最後那十五分鐘 那五分鐘就響了了 那麼現在呢 就應該可以的了 我就先關火了 全程呢 記住是要慢火啊 那麼呢 現在呢 這蝦 蝦殼呢 都炸得它很鬆脆的了 那麼為什麼我會可以呢 因為平時呢 就是為什麼我會知道可以呢 平時呢 我大概呢 就慢火呢 就十五分鐘左右 那麼這些豬油呢 就炸成這樣了 已經是縮到這麼小 本來很大塊的了 給大家看一下 看見到 這裡啊 那麼呢 所以就平時我都是炸十五分鐘的 那麼記住啊 再提一次 一定要慢火啊 如果不然就很快焦了 那麼我現在呢 我就趁著它呢 我就撈起那些 即是撈起那些 那些蝦殼 和那些豬油渣啊 那麼就隔掉那些油去吧 那麼可以看到 那些豬油渣呢 已經是炸到縮了水的了 就變了金黃色啊 那就差不多了 那麼我們呢 就稍微呢 就拿個蜆子 按一下它 讓那些豬油 即是那些油呢 就避回它出來 那麼這些呢 待會我們拿來做蝦抽的 的材料啊 那其實呢 就 如果是根據日本的餐廳 那個做法呢 在這個時候呢 等它降了溫之後呢 我們就將這個蝦殼呢 就完全呢 就是打碎它 它呢 就變成另一種的 即是蝦醬啊 的材料啊 那麼啊 但是這一次呢 我做蝦抽呢 我就不打碎它了 那如果大家呢 是想自己再製造這個蝦醬 即是這一種的蝦醬 就不是跟大家吃慣的那種蝦醬啊 就用來炒飯啊 炒菜啊 加一點點下去呢 就好像那些 就是我平時用的那些木魚粉 那樣的用法啊 那就很香口的 那我就這些 那我就這些 那些蝦醬啊 我就撈回它出來 那炒完之後呢 就算它新油呢 都是金黃色的 因為呢 它本身呢 它那些蝦殼啊 都會是那些蝦油呢 都會流出來 都是金黃色的 都是金黃色的 因為它有那些蝦膏在裡面嘛 那這個呢 就可以平時呢 拿來做這個 做這個 就是炒菜啊 或者是拌麵食啊 那這樣呢 就連蝦子都節省了 都有那種蝦的味道出來的 那現在呢 這個部分呢 我就做完了 那 那 待會我攤凍了 我溝起了 即是我倒起了油呢 然後我就做下一個步驟 就做蝦醬啊 待會見 好了 那大家那些油呢 我就已經 隔起了 倒起了啊 那啊 現在呢 我就進入下一個程序 即是 這個 蝦油就已經 做好了 那 就 將它降溫 到這麽上下呢 即是低過100度 就可以入瓶了 那現在這個 這個顏色的 這蝦油 我混和豬油啊 那現在呢 這鍋呢 就 我稍微清潔一下 抹走了 抹走了 那些漬呢 跟著流回那些油啊 那我繼續開火啦 那這個時候呢 我開始呢 就準備定這個 這個 座料啊 就慢慢炒了 那首先呢 稍微燒一燒這隻鑊之後呢 我們開始呢 就是下這個薑片先 因為本身呢 這隻鑊呢 它有油在先 那所以呢 就不需要再背口 那當然要它有一定的溫度才行 我們先是炒了些薑片先啊 那這個薑 這個油呢 開始有 有溫度了 那呢 當它開始出煙的時候呢 我們就關小火啊 先頭就開大火的 那即時做清潔啦 有些什麼不乾淨的地方啊 那我現在呢 就炒起那些薑片啊 那先炒香那些薑片先 炒乾那些薑片先 那因為它本身它有油呢 我就不需要加很多油下去 待會我拿這些呢 這些下去呢 都很多油下的啊 雖然都說晾乾了油啊 但其實都還有很多油的 咦? 關了火啊 不好意思啊 啊 關小小小火啦 喏 大家呢 會發現呢 我常常呢 都是向左手邊 即是這邊的 去扭小火的 這樣呢 就可以做到這個平均小火啊 這樣呢 平均小火呢 它就有個危險的 就是如果你關得太厲害 它就很容易關火啊 現在呢 稍微大火一點點 又很容易就出煙 這樣呢 這樣呢 我們通常呢 就是我們炒醬 即是當炒醬 這樣呢 這樣而已 OK 這樣呢 就不要太大火啊 慢慢炒 好了 那些薑呢 就開始收水的時候 現在呢 它 都很大火啊 這樣就抽一抽起它 即是如果這裡是沒有辦法是做到啊 那就沒有辦法做到最小火的話呢 就要是想辦法去控制那個火啊 不要那麼大火啊 那現在的薑呢 薑片呢 就很濃郁了 開始有少少乾啊 接著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放這個蒜片下去 不要那麼早放這個 這個 嗯 蔥啊 如果一早放蔥 太早放蔥呢 那些蔥就很容易炒焦了 那現在呢 我們開始呢 就有 嗯 開始呢 就是 聞到有少少少蒜蓉和薑 加薑的味道啊 那這個時候 要是還有蔥頭下去呢 那我就放多少少油啊 就不夠油啊 最重要是炒得起 OK 接著呢 現在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放蔥頭下去 就要炒到它 很香口為止啊 那這個過程呢 就要慢慢來的 那那有些 都是啦 說回來 就是有些觀眾呢 就不太明白啊 喂 這個過程你可以剪掉它 算啦 做什麼要讓我看完呢 因為其實呢 就整個過程的話呢 大家會可能呢 中間會有意外啊 或者有其他因素的存在呢 我可能中間呢 要做一些補救的措施啊 可能有一些轉手勢的手法啊 那如果呢 這個過程我不讓大家看的話呢 大家就不 即是不會是 意識到啊 中間會有些什麼問題啊 我經常都說 魔鬼盡在細節中 我寫文字食譜 容什麼啊 我寫完之後可以 大筆一揮就 兩手一卷 啊 即是 什麼都不理啊 拍拍屁股 是不是呢 啊 那但是這樣沒有意思的 那我倒不如 我在這個Facebook 就這樣寫出來就算啦 沒有意思的 大家都知道 學不到東西的 是不是 那既然我拍得影片的話 我亦都希望呢 就說盡量詳細 你可以選擇看 還是不看 但你不應該去質疑我 為什麼要這樣拍 啊 或者為什麼要這樣發表 那我慢慢炒啦 小火啊 這個大火不到的 好了 這個時候呢 看到那些 蒜蓉呢 開始有點焦焦的 那跟著之後呢 那些蔥頭要留意一下一下 那這個時候呢 這些蔥頭呢 抽乾水的份的話呢 就有機會也會焦的 那但是這種這樣的焦法呢 就是抽乾水份而已 和它脫水啊 就不需要擔心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炒得它越香 越香呢 我們待會兒做出來的蝦抽 就會越香口的 那這樣就一路炒啦 那炒到這麼上下 那大家都看到那些蒜蓉 開始有點焦焦的了 那這個時候呢 那我們呢 就可以 要是呢 就下這個冰糖去煮啊 那也都可以呢 就下這個黃糖啊 去煮啊 那我這裡呢 就給 就是等一下呢 我就差不多400ml的 生抽就倒了下去的 那所以呢 這裡大概呢 就三顆黃糖倒的份量啦 不是很甜的而已 扔下去 可能分分鐘不夠甜的 我等一下要試味的 其實呢 其實呢 我就不應該懶的 我應該呢 要是 刁 刁斷它 刁碎它呢 就好炒一點 那我就爛了 我這個鐵鍋就不怕這個鐵鏟 那現在呢 那些薑啊 蒜啊 就炒到它呢 它呢 就都比較乾身啊 那就連同這個糖啊 那真的不夠啊 然後再放多一點點下去啊 那這些糖呢 我們撕的時候 就撕碎它 大概放 全部加上 四顆方糖倒的份量啦 跟著之後呢 我們就放一點點水 輕輕 就煮溶它 少許就可以了 那現在大家都看到呢 那些蒜蓉呢 是非常之乾乾身 差不多好像去到黃金蒜 那現在開回大火啦 就煮滾了些水 就煮用這些糖 煮用這些糖 煮用這些糖之後 就要再炒到它呢 就變成糖漿 這樣我們才再開回水去煮它呀 這樣這些糖漿才有用的 如果不是你呢 就會跟這個普通的 就是你就這樣放糖去調味 就沒有分別的啦 那通常呢 如果我這樣呢 做我大概呢 做一升左右 加起來 那這個一升左右呢 就可以用很久了 半年了 我們到時蘸海鮮蘸蝦呀 用來拌油菜呀 都是靠它的啦 蒸魚都是靠它呀 那現在 好了 開始融了 開始融了 那我又關上小火了 不要讓它太大火了 炒焦了 這個階段就和光了 就整支的蝦抽呢 都會有一陣糯味 我們要炒熔這糖 炒到它有個焦糖化 焦糖化 記住呀 但是呢 又不可以令到它焦哦 焦糖化 和它焦是兩件事來的 那大家看到呢 水可以抽乾之後呢 那些糖又開始變成 變成糖漿了 那這個時候呢 就開始這個過程 脫水的過程呢 就會是出現這個焦糖化的現象 那我說過很多次啦 其實人類的味蕾 無非就是為了兩件事 一個呢 就是 會因為兩件事 兩件事 而是 會是出現 即是 覺得如月 的感覺 要是焦糖化 要是呢 就是什麼呢 梅立反應 那梅立反應 通常呢 就是在製作這個肉類的時候 焦糖化 通常呢 就是在炒醬的時候 會出現 無論是這兩件 哪一件事都好 都會是令到呢 人類品嘗了之後呢 就會產生這個愉悅的感覺 那所以我們就覺得好味道 好啦 這個焦糖化夠了 再來就焦了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將 那些蝦殼呢 就倒回去炒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中爛蝦殼 那一樣啊 那個蝦殼 膠蝦殼就不夠力了 那我們呢 就用這個鐵飯鏟 中碎它 那我因為這個鐵鍋來的 所以我不用怕 不用怕 不怕 煮花一隻鍋 那這個時候 我依然是小火 不要大火 那我約了 中爛它之後呢 因為這個時候呢 那些蝦殼其實是很脆的 那這樣 那我約了一下 中爛它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加水了 加多少水呢 大概呢 就是加500ml左右 這個300 400 500 倒下去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 開大火啊 就煮那些水 那這個時候呢 我鹽它那些水還是不夠啊 因為我要製作一星的 一星的蝦丑的話呢 我起碼呢 我要等下煮乾了之後呢 大概剩下 大概是300-400升的水來的 那然後再加呢 大概是400升 至到500升的 就是那些 那些 生抽下去啊 那這個味道才行的 所以呢 這個時候我就稍微多一點點水 好了 那現在呢 開始呢 就煮滾了喔 那 煮滾 就由它煮滾了喔 那這個時候 很濃色的 是正常的 這個顏色是正常的 那 就由它 然後呢 我蓋上鑊蓋 然後呢 然後呢 我大概呢 就是煮滾了之後 煮滾五分鐘左右 那待會見啦 好了 大滾了之後 五分鐘 那我們現在呢 就蓋上鑊蓋 那現在呢 蝦汁呢 就很濃的 那這個時候呢 我先關小火 那我先撈起了 撈起這些 蝦殼 好 好 先關火 那跟著呢 我們就過來這邊 不要吵著大家 好 好 然後呢 我就把那些蝦汁呢 就隔它出來 那現在呢 其實剩下的蝦汁呢 就很少了而已 那現在這個蝦汁呢 大約剩下300ml左右 好 我先洗一下鑊 那我 這裏洗鑊 我就不給大家看了 我先沖一下它 先沖一下它 那再拿蝦子呢 就抹乾淨它 那很多時候呢 大家要注意呢 就是我們洗鑊 尤其是我們用 即是煮菜的時候 洗鑊呢 是不用洗得很乾淨的 你自己麻煩之餘呢 你自己麻煩之餘呢 其實反而這隻鑊 還不好用啊 好 跟著就倒蝦汁 放進去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把這個 這個整個 這裏的玄西頭 大概呢 就是五元左右 放進去 跟著之後 再把這個蔥 放進去 煮出的味道就可以了 煮出的蔥香 和煮出那個什麼 就可以了 煮出那個 芫荽的香味就可以了 那我再加回 多一點點水 待會呢 這支豉油呢 就大概剩下400ml 左右 這裏是400ml水 我就是 400ml豉油 對400ml蝦汁 即是一對一 水 和蝦水 蝦汁 和這個生抽 一對一 那這個時候 我試一下味 先 煎甜的 但是它又不是很甜 那 那 待會呢 對上這些豉油呢 其實就沒什麼的 所以 我又 再煎些 加些糖 這個時候 沒有辦法了 因為 我的失誤 即是 估算錯誤 那 糖要調到 有多甜呢 即是 加多少下去呢 就要視乎大家 自己的口味 它煮了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關小火 關到它中火 啊 那麼就留意我 下面 隻手下面 即是隻手下面 這裡啊 鏡頭下面 現在呢 就收中火 煮均勻它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呢 就開始呢 就 調少少少 放少少鹽 下去 大概一匙 左右 然後 放這個雞粉 下去 大概呢 又是一匙 左右 夠的了 不用多了 那這裡大概呢 就四百mL水 好 跟著之後呢 我們就 努力點 樂力點 全部倒下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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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本身呢 我用這隻這樣的生抽呢 就是因為 我就覺得它不夠鹹啊 即不是說不夠鹹 即是它偏淡啊 所以呢 我們調起味上來呢 就容易很多啊 那如果是用 就是這隻 萬字醬油 就鹹的 那另外呢 譬如說用其他牌子啦 大家都知道我有這些的了 做備用啊 啊 這些這樣的牌子 都是鹹的 偏鹹啊 這些豉油 那所以為什麼我這麼喜歡用呢 這個是 這個 這個 粵和 醬油就是這個意思了 好 那現在呢 我繼續煮它 在煮著的 那現在呢 那個味道呢 都 還是 差一點點 差一點點 就是它 不夠甜啊 還有呢 顏色水都差一點點啊 顏色水差一點的話 那我當然是用老抽啦 那也是用這隻啦 或者是用草菇老抽啦 那我用了草菇老抽 那種顏色呢 那種顏色呢 就深了很多的了 那我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煮好了之後啊 那種顏色啊 現在呢 其實呢 其實呢 它就是不太鹹的 那如果 你發覺呢 它還是不夠味 就是不夠味的意思 就是不夠鮮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不要加這個 不要加這個 不要加這個 什麼下去啦 就是不要加這個 雞粉啊 那些不用加的 就是加普通糖就行了 再加了兩根啦 慢慢煮它 就是這個味啦 有蝦味啊 有豉油味啊 有鮮味啊 有鮮味啊 那我現在呢 就開回大火 煮滾它 那整件事就完了啦 那如果呢 你想它是 即時有好好的蔥香的話呢 大家是可以 將那個 蔥啊 即是我現在不是 拿了一堆蔥 再可以加多些蔥 都可以的 好 那現在呢 稍微煮一下它 讓它收一收水 好了這個時候 你想它惹味一點呢 這個時候就要加東西了 我又忘記了 大家等我一會 哈 那現在呢 我會想它更加鮮 更加惹味呢 這個時候就是 出動到我們 嘩 這些 這些辣椒的時候 那樣呢 就 放多少隻下去都不怕的 因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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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不是要切碎它 啊 我是要什麼呢 我就這樣 圓直扔下去 那我撕了個釘就可以了 撕了個釘之後呢 我們再沖洗它 那我現在呢 大火滾啦 我關上小火它 哈 哈 這個呢 放辣椒這下呢 就不要呢 拿下去煮哦 拿下去煮呢 就很辣的哦 但是呢 我們如果呢 將它生的辣椒呢 等它關了火之後 扔下去啊 放下去啊 然後慢慢浸熟它呢 嘩 那種慢慢滲出來的那種辣味呢 就變成是野味了 喔 那那麽就拔下去 這樣就搞定了 ok 好 那這樣呢 那跟著關火了 關火了 就這樣 浸著它啊 那等它 那它這個 是 那就是等它 攤凍了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入瓶了 那瓶呢 我們買回來這些 這些就可以了 那我或者 那 我知道呢 就有些玻璃瓶的 不过很多玻璃瓶很容易爆 所以这些可以用microwave的 可以用微波炉的这些都挺好用的 它本身有层膠 有防水膠 所以不怕漏 而且开关也容易 这个就是950ml 另外可以买小一点的就是725ml 拭除煮面 我应该这一盒就差不多安装了 待会我放冷了 我进入了这个瓶 然后再和大家做一个总结 下一个收见 好了,我略为放冷了之后 我现在就开始入瓶了 这些葱呀,芫茜呀 葱呀,芫茜呀,我就可以夹一夹它,拿走它 大家等我一会儿 我现在就拿这个锡 就隔着它倒下去 这个锡也是 不要管它了,先倒起这里 因为这个我倒下去 我就比较容易倒进瓶里 好多了 那,我们都会把银子放下了 那,那么,等我一会儿了 等我一会儿了 一会儿了 比较容易,刚好 倒到周围也是 好,今天就完成了 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右手边的就是虾油 左手边的就是虾抽 同时间可以做的 大家可以想像一下我这个虾抽 这些渣仔 这些渣仔,给大家看一下 里面有虾油渣 有虾壳 有虾头,有芫荽,有葱 大家可以想像一下 味道可以去到哪里 我现在有950ml 那如果呢 我这个是 这个是,看看 多少ml 一般来说都是 看不到,应该都是500ml 是不是 对了,500毫升 给大家看一下,500毫升 那我们一枝生抽 用多久呢 这个呢 就可以用多久呢 那这个 我们做好了 这个 就是做好了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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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虾抽之后呢 我们今个冬天呢 我们做煲仔饭 也可以用它 蒸鱼也可以用它 蘸虾也可以用它 到其时呢 大家现成呢 就放些葱花啊 蘸些熟油啊 那就可以 或者是 如果蘸虾的话 就放少少蒜蓉 那就很好味的了 那因为呢 这个已经调过味 就不会过咸的 它只会呢 有少少带甜的味道啊 那就容易呢 就引起这个 可以 就是 令到这个 这个是 这个是海鲜 勾起这个海鲜味啊 所以呢 也都特别呢 是适合呢 就拿来蒸鱼的 OK 那这个呢 就完全是 自己的 就是 製作方法了 那如果大家 信得过月和啊 就是月和醬装啊 那它的醬油呢 就非常飘滑 所以卖得很贵啊 那 我加下去 唯一 如果大家要有非议我这个呢 我唯一就加了 一盒的鸡粉 就其他什么都没有加 主要都是用糖去炒它出来的 OK 那 我这里呢 大家要留意一样的 就是我其实呢 我就很镜手镜脚去放糖啊 那大家如果喜欢吃甜点的话呢 其实呢 糖呢 炒的时候可以放多一点点 那 而我这个虾抽的特色呢 就是因为呢 我炒了糖漿出来 其实就和这个 滴猪油的制作方法一样 先炒糖 不过呢 因为呢 因为我要令到它吃海鲜 要勾出海鲜的味道 和呢 是可以令到它没有那么腥的话呢 所以呢 我就放了 薑片啊 蒜片啊 和这个红葱头 一起炒啊 一起炒啊 所以呢 所以呢 为什么呢 我这个虾抽呢 是非常适合吃海鲜 就是这样的意思了 因为本身 它可以披走部分的腥味的 行不行 那如果大家呢 是想 譬如说吃到好像煲仔饭 坦白说 我现在形容一下 它的甜味去到哪里 如果大家呢 是去吃过煲仔饭 或者是吃过 这个是什么什么技啊 就是那些什么丁丁饭 那些甜醬呢 我这个呢 就没有它那么甜的 稍微挖了一点点 就没有它那么甜的 那如果大家煮的时候呢 就可以是放多些糖 如果万一是煮的时候 大家 因为我放荒糖 我到今时今日 我都放不准的 因为不是荒糖 那些黄糖 那就是黄片糖 那如果大家是害怕 记住说过甜的 那可以是炒黄糖的时候呢 就不要加那么多 直到最后 就像我鲜头那样 想有多甜 我们才再加什么呢 再加多些糖下去 OK 记住啊 那我也都再说一次 我呢 就没有那个什么技 那些包装的甜醬 那么甜的 想甜一点 就放多些糖下去 行不行 好了 那这样呢 大家会看到呢 我到最后呢 我才放辣椒进去的 咯 我呢 本人呢 就想吃辣的 但是呢 辣当中 我也知道呢 很多人呢 就吃不了那么辣 那所以呢 我很喜欢做一 någonting 这个乡下教我们的 即乡下的 就是乙妈姑爹们 那呢 我们呢 就可以拿这个生辣椒去浸油 不要以为它会变化 就算我放生辣椒进去浸 如果你放冰箱 你不动它的话 放一年也可以 如果你整天吃的话 即是拿出来吃的话 半年也可以 可以放这么久 为什么呢? 豉油本身是咸的 它本身我们下的调味料 都是有防腐作用的 所以大家绝对不需要担心 你不是浸到全身都是 记住 所以可以等辣椒 现在我没有切断 可能要等三天辣椒 才会滲出味道 如果大家想辣一点 或者快点显然 譬如我今天煮完 明天要用 这样就可以切一两只 切断它 切粒粒就放下去浸 或者又怕紫链椒这么辣 不行 用什么呢? 用牛角椒切一只 一只放一只 这个这么大瓶 放一只下去就切丝 这样扔下去 到其时 那些虾油 这个虾抽 就会 带微微的辣的 那就很惹味的 但绝对呢 绝对是BB辣来的 它只不过是 那种辣度 只会使你 流口水 增加食欲 OK?行不行? 好了 至于这个虾油 我们平时就用来做这个 炒菜用 炒饭用 大家都知道 我比较少用这个 黑盖 我多数经常用 就是用这个 这个就是生油 我分得很开 不同颜色 接着这个不锈钢 放在炉头旁 为什么? 用来装杂油 有时候炸完的东西 或者煎完的东西 多余的油 想要回它 就倒在那里 那里 平时就用来普通炒菜 如果想炒饭 好吃点 炒菜好吃点 就放这些 通常我最经常用的是什么呢? 我用来绿油菜 或者有时候 煮半夜三更 即是 又不想动过路头 又不想炒菜 即是吵着家人 因为我家不是很大 我一开抽烟 很厉害 整个屋都听到 那我怎么办呢? 我叮热一碗饭 加一点油 然后加一点月和 那种生抽 哎哟 不得了 已经是很好吃 很香的了 OK? 好吗? 那我希望大家 以后就 懂得煮了 先煮个虾油 利用炸完的虾壳 和猪油渣 再煮一个虾抽出来 这个虾抽呢 就一定是保险的 除了我先留下了一瓶的鸡粉 没有什么化学物 即是没有什么不知名的化学物 大家都知道 如果是买外面的 就不知道那些 什么什么的化学物 大家没有保证 怕的话自己煮吧 在这里大家会看到 就是我们传统的家柱 即是今时今日 其实很少人会这样做 我妈的年代就会做 自己教的滴猪油 用来炒粉面 接着现在呢 就开了东西 虾抽 用来吃海鲜 用来吃煲仔饭 好吗? 这两个时候 以前的家厨 是经常做的 不过今时今日 就很少人会做这些东西 其实呢 如果不是因为我拍片 我告诉你 我扔多几只辣椒 切碎它 哎哟 不得了啊 这东西 好吗? 多谢大家收看 希望大家喜欢 这里就用得多一点时间了 希望不要介意 因为呢 这条片呢 就两个bonus 是不是? 一个 虾油 一个虾抽 说漏了一样的 记住 虾油和猪油 是一模一样的做法 全程细火 千万不要心急开大火 你宁愿如果杂料多的话 你就炸久一点 OK 如果你一开大火的话 我告诉你 你整个猪油都不用要 整个油都不用要 大家看看 我炸完的虾油 是这样的颜色 是正常的 你想想一样的 如果我开大火来炸的话 你猜一下 那些油的颜色 会变成怎样呢? 黑啦 是不是? 而且呢 它黑得来 它衰格呢 就是有一股糯的味 因为它焦了 炸焦了 那已经完全是两件事 OK 那这个虾油呢 我也说了 用来拌饭 或者炒饭 或者炒菜 或者拌菜 拌油菜 那我 有时候呢 我们赶时间呢 我常常做的 譬如说 我炒两个菜出来 那我第三个菜 我就不会炒的 通常就是 绿油菜 放这些油 结果呢 就是 不知道为什么呢 我那些子女 那些朋友 平时不吃菜 我问过他平时不吃菜 在家里 他说 我家里炒的菜很难吃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拌油菜 他就不断吃 大家可以可想而知 到底他的美味程度去到哪里 希望大家日后 懂得自己怎么做 生抽 我们可以买回来 但是由生抽开出来的 滴猪油 炒粉面 我来 接着之后 这个 这个 虾抽 我来吃煲仔饭 拌面 不是拌面 煲仔饭 油菜 还有吃海鲜的用途 蒸鱼 好吗 希望大家喜欢 如果有什么不明白的话 就在留言区那里问 还有一个东西就是 我会将制作猪油 和制作滴猪油的 那个片子的连接 都会放在说明栏那里 大家有兴趣的话 就可以看回 很多东西就不假外求 不假手于人 但是自己制作的 就有保证 OK 好不好 多谢大家收看 拜拜